下面咱继续 接下来咱要看另外一个问题 进程间的通信 咱们刚刚在讲解进程和县程的一个对比的时候 在这个里边出现了一个对 叫做进程之间是互相独立的 没错吧 而县程之间是不是共享全局变量 这就牵涉了一个问题 我用的是多县程来实现的多任务 县程A负责网收 县程B负责获取县程A的数据 县程A把数据数据放到全局变量 县程B从全局变量取 没问题吧 他们之间直接就是共享数据 但是进程之间是独立的呀 进程之间独立意味着什么呢 万一我要是用了多进程实现的多任务呢 一个进程A负责下载数据 进程B负责处理数据 那这个事情就很尴尬 这么多呀 你们俩共享了 太简单了 你往这里边写啊 他从这里边读就完了吗 但是如果你要是用了多进程 实现的多任务 那这个事就得咱们再琢磨琢磨 再思考思考 怎么做呢 通过多任务 通过什么呢 不是通过多任务 通过多任务之间的 进程间的通信来解决 之前咱们学过一种进程间通信 其实你学过了 叫什么呢 Socket 什么是Socket 一个进程通过特殊手段用到了网络 把数据发到网上去 至于这个网上是哪 大家从来没关心过 只是用了一个IP 一个端口来标记 对吧 但是大家设想一个场景 如果我这个进程网织 这个套件子里边写 而且目的IP和目的端口 恰巧又是这个进程用到的IP 用到的端口 请问是不是就完成了 我一个进程A里边的数据 像进程B里边 是不是发送了数据 可以吧 其实Socket是进程间通信的一种 你学过了 无非这种进程间通信 一个比较大的特点 什么特点 什么特点 进程A在你的电脑上 进程B是不是有可能在我的电脑上 咱们通过特殊的手段 网络 你把数据扔到网上 我从网上把它拽下来 请问是不是就完成了进程间通信 其实Socket就是一种进程间通信 无非它很高端 高端的你可以不在同一台电脑上 都可以实现 这么说能理解了吧 这么说就理解了 那么大家是不是还有印象 咱们原来学过文件 就是那个普通的文件 你open操作的文件 那个文件能有什么用 保存数据 防止数据丢失 没错了 那么文件既然保存数据 防止丢失 我是否可以做到这么一个特点 我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文件 请问文件是不是在硬盘上 文件是不是在硬盘上 请问你这个进程能不能用这个文件 你这个文件能不能用这个文件 两个都可以 也就是说你只要规定好 让一个进程向这个文件里面写数据 这个从文件里面读数据 请问可以吧 这个事就解了 你没发现是不是也可以吧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 进程如果是用的文件的话 效率相当低 为什么呢 内层是运行速度很快的 但是硬盘是很慢的 你把你的数据放到硬盘上 它保存了 你接下来再让另外一个进程 从硬盘上读 是不是很慢 但是能完成数据 先共享 通过文件完成竞争间通信 通过烧给的 是不是也可以完成了吧 那咱们一般的不会把文件 归纳到里面去 只说文件可以实现这个功能而已 那么咱们接下来要说的竞争间通信的一种方式就来了 什么呢 Q对列 说的是Q对列 那么这个对列简而言之 怎么写的呢 是WUEUE WUEUE 不是W Q 叫Q 叫什么呢 对列 叫对列 首先说的对列 这个词语 同学们听没听说过对列 什么叫对列 对列的一大特点 你比方说过一天你要坐飞机 过一天你要坐火车 你要坐高铁 前面 谁在前面排了队过按键 是不是谁在后边排了队吧 一个个过 前面来过了你再过 前面来过了你再过 OK 对列 一种数据一种特性 先过去的先过去 先就是先进来的先出去 先进来先出去 这就叫对列 先进先出 先进先出 后进后出 再对列 那么和对列正好相反的一个东西 其实叫什么呢 叫做站 对叫做站 应该之前有所了解 是吧 这个站是一个什么特性啊 先进后出 打个比方 那个直升的那个电梯 直升的那个电梯 就是带个门里边那个电梯 等等等等等等 我受了受肚子进去 我在对门口上 可以吧 我下 我到了门口 我出了 请问谁先出 你先出呀 你不出人也怎么出 你的肚子那么大 是吧 所以说同学们一个特点 什么呢 站的一大特点呀 是先进后出 谁先进去的 比方说谁先进去电梯 谁在对里边呀 对吧 谁后进去了 是不是谁先出了呀 那么两种数据存储的方案不一样 对列和站 那么咱们这个Q呢 它是站 它是什么呢 对列啊 Q它就是个对列 对列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先进 先出 说完了Q这个对列之后 那么接下来大家说了 对列能帮咱们干什么 对列 是内存里边的一块内存 就是内 就比方说你买了个四级的内存条 那么将来操作系统一定是用这个四级的内存条 那么这个内存呢 速度相当快 那么加研证 你不是说你通过网络走着这种方式哨给它 你不是说你通过文件走着是不是这种 是不是通过文件了吧 那能不能 你就这么想 既然你所有的进程 其实最终都是从内存里边拿数据 那能不能这样 我在这个地方呀 久利的啊 我在我在这儿 我在这儿 有块内存 蓝颜色的是内存 蓝颜色的是内存 这个绿颜色的是这个进程 我这个进程 向这个内存里边写数据 而这个进程从这个内存里边去读数据 请问是不是就完成了进程间的通线 而且也没有用网络 也没有用文件 而是直接向一个内存里边写东西 我是不是从这个内存里边取啊 这个内存有个什么特点呢 你先放进来的A 将来取的时候先取A 你后期放进来的B 将来取的时候再取B 听懂我意思吗 其实这就是用来做进程间数据工程的 这就是Q 这就是Q 那么好了 接下来咱们就说一下 那这个Q这个队列应该怎么用呢 我告诉你 相当简单 第一步 从Multiprocessing里边导入Q 第二步 创建一个队列 就是这个队列啊 标记的那个内存 你懂我意思了吗 如果你在Q里边写了个3 最多放3个 我买了个书架 最多放3本书 我买了个书架 最多放3本书 就是这个意思 Qput 往里面放数据 放数据 放数据 听懂我意思了吗 判断是否满了 用Q 4 判断是否空了 用Q的Empty 只要 4或者是Empty 返回直为 Tru 表示要么满了 要么空了 如果这个返回为False 表示没满 要是这个返回为False 表示没空 能听懂我意思了吗 就是说 就是一屏都不满 半屏都晃荡 那种情况 就那个意思 那么 放数据 通过put来放 那么取数据 通过什么来取呢 通过get 通过get来取数据 好 怎么办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iPad3打开 好了 直接用 Import Import 然后Multiprocessing Multiprocessing.q 接下来里面写个东西 写个解呢 比方写个3 写完3之后 大家可以看 它返回直 对啊什么 返回直 只要是这样的 一般都是对象 那么我既然想要用对象 那我肯定 我得找个地方存起来 所以说 你找个什么变量都行 把它存起来 听懂我意思吗 把这个对象存起来 也就是说 你在脑海里面补一个场景 也就是说 这个哥们 粉丝其实就是对应的内存了 听懂我意思吗 就对应的内存了 那么 q.put 往里面放数据 我先放一个 放一个这个什么呢 字符串的 111 放得进去了 什么 q.put 我再放一个222 请问这个222是什么数据内项 英特内项 我再放一个q.put q.put 放一个 列表是什么 1122 拜拜 发现了可以了吗 你们发现一个特点 也就是说最后一个结论 创建了这个对立 q之后呢 你可以通过put 往里面放数据 你放数据的这个数据类型 任意 你听到我意思吗 任意放 你想放什么 s放什么 对象都行 往里面认识都没问题 那么怎么在那往外取呢 q.get 看不着 取 为啥取的111 不是取的2 不是取的列表 对 很简单 就那个意思 先放了谁先取谁 再取谁 再取谁 听懂意思了吧 好了 我再去 为啥没了呢 为啥这个成绩的卡呢 没了 当你调用get的时候 如果列表让你取空了 不好意思 你就在这等着 老板 你家还买单米包 我家没米了 我再买点单米 不好意思 我家没有了 我就在这等着 你家什么时候用 我就在这什么时候走 你听到我意思了吧 这就是get 那么除了get之外 你觉得还会有什么东西呢 kill.get 还有个东西呢 叫做no wait 你猜猜这啥意思 为啥崩了呀 没有 通过异常来告诉你 没有 你听到了吗 你去取数据的时候 不是人家没有吗 你没有 你又不想等 那你就写了no wait的时候 那你接下来 他就会异常的方式告诉你 听懂了吧 那么来 咱们再放一个 kill.put 来放1 放个2 放个3 来放个4 什么特点 什么特点的吗 这个put没有放成功 因为这个地方 是不是还是在这卡的吧 还是在堵塞 也就是说 put往里边放数据的时候 默认堵塞 如果这个队列满了 堵塞 get往外取数据 如果队列空了 也取不到数据 也会堵塞 听懂我意思了吗 简而言之 这就是一个特性 那么 我怎么判断它是否为空 是否满呢 q.for 来判断它是否为满 q.empty 判断它是否为空 你听懂我意思了吗 现在是满的状态 这个为处 那这个空呢 不是 q.get 我取一个 我是什么 q.get 我取一个 level q.for q.empty 请问为什么都是for Force 也不满也不空吧 不就是半平的晃荡那种情况 对吧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了判断 是否空 是否满 是否空 是否满 好了 放数据 用put 取数据 用get 能懂我意思了吗 基本上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只要咱们有了队列之后 其实同样的 咱们能做到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 核心点 核心点 是通过q 将一个进程和一个进程之间打通了一个通道 你们之间能够数据共享 能理解我意思吗 其实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核心点 就是用q的一个目的是 接偶 听过接偶吧 应该知道啊 接偶 接偶是啥意思 偶合是什么呀 就是偶合就是我的这个程序里边 我和那个程序的之间联系太紧密了 我该给那个地方他他套了 我该给那个地方他套了 我该给他他套了 你听懂我意思了吧 偶合度越高 这样的你这个程序越不好 偶合性越低 简单言之 打个比方 我买了个电脑 我这个鼠标坏了 打个比方的鼠标坏 我想买个鼠标 我非得是买这个一模一样的鼠标吗 不见的 我花20块钱买个手机也可以啊 好了 这就叫偶合性低 你听懂我意思了吧 但是如果要是未来的某一天出现了一种新电脑 他必须用他的鼠标 这就叫偶合性强 偶合性强的一大特点 如果你给这个那个地方就完了 你给那个那个地方就完了 懂我意思了吧 偶合通过Q就可以实现 实现的一大特点是什么呢 注意听 你没发现一个特点 我可以让这个进程去下载数据 进程A 下载数据 然后这个位置进程B 比方说数据处理 我先从网上往下当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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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下来之后请问同学们 我是不是按理说要处理了吗 那你就牵着个问题 我是当一点处理一点 我用个循环 当一点处理一点 当一点处理一点 当一点处理一点呢 还是说我先把它一边当的 一边让另一个人给我去解 是不是更好吗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 你原来的方案是 先搜再处理 再搜再处理 现在是怎么的呢 你开两个进程 一个进程负责下载数据 你下载完了之后 你把你下载的数据 你下载了之后 你把它放到哪呢 把它往这个Q里边扔 你往Q里边扔之后 我接下来 我这个进程 我从这个Q里边往外读 那么大家也没发现一个特点 你就尽管下载 你就尽管处理 是不是你们两个之间 没有太大关联了吧 这是不是一种节目的体现 这不就出现了 当我某一天我发现 我进程数据处理的 这个进程不合适了 我只要再新建一个进程 我接下来从这里边往外读 请问是不是也就可以实现了吗 你数据往这个Q里边放 我从这个Q里边往外读 是不是也就相当于 把这个哥们是不是说换 是不是就换了他了吧 就有道理 结偶 这就是一个体现 这就是一个结偶的体现 好了 那么Q学完了之后 接下来咱们是不是应该写个程序 是不是咱试试试了 那么通过程序 怎么才能用这个Q呢 很简单 VRM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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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进程 多进程之间 通过Q UE 来实现数据共享 点PY 好了 多进程 第一步 当然不一定是第一步 那你肯定是要导入说Multipro 这是百分之百的吧 那么 A4下温线下温线内摩 然后等于谁呢 慢下火线 然后呢 等于慢 然后呢 在这个位置 Diff Diff 慢函数 然后呢 在这个位置 现在干什么了 创建一个进程吧 来 创建一个进程 来Multiprocessing 我写了很多遍 你一个没写一遍 你也要加强一遍 才行 Target等于 那肯定是有一个 有一个函数了 Diff 咱们定一个函数 比方说什么呢 比方说ReceiveMessage Receive不太合适 叫Download FromWeb 就是从网上当一个数据下来 听懂我意思了吗 从网上当数据 那么咱这个地方 就模拟一下数据 比方说我这个地方 有个 咱就这么说 我有个字符串 或者是有个列表 比方说叫做Data 等于11223344 这就从网上最下来的数据 听懂了吧 模拟 模拟从网上下载的数据 网上下载的数据 好了 同学 我接下来 是不是按理说 应该再有一个进程 你这个地方 创建完进程 的时候 什么你一定会指定 download 你指定完 download之后 比方说你这个P1 P1等于他 好了 来YYP 是不是肯定还有另外一个了吧 另外一个干什么呢 它肯定定个函数了 Diff 比方说这个数据处理 比如说分析怎么说的 这个单词叫analysis 好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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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这么想 然后analysis 这个是干什么的数据处理数据处理123123数据啊比方说数据处理数据分析都可以数据处理那么这个用来干什么呢加上一个说明123123加上一个说明下载数据目的只有一个将来让这个称一个进程这个成为一个进程他下载了数据让他处理听懂了吧这不就是节目吗这不就是节目吗好了 好了接下来指定在这个位置指定那就是db啊删除这个单词 同当前光标往前三一个单词dbdw是往前三db往回三一个单词好了那么指定analysis analysis state 好的吗接下来是单位开启了啊 P1.start开启P1.start开启 start然后YYP换成2没问题 请问接下来你这里边难道就只有一个列表 接下来什么也没有能行吗 百分之百不行 咱们运行起来之后当然这里边缺带了啊只是咱们大体理解这个运行起来之后和这个运行起来之后是不是两个进程了吧 那么两个进程他负责同网载数据这个已经模拟了数据了那么接下来是不是他应该把数据想方设法放在这边去啊 咱们那会验证过了全球变了是不是不好使啊 那么全球变了不好使呢咱们怎么做呢 咱们怎么做还能行呢 咱们刚刚是不是讲解的是不是对裂啊 那么我创一个对裂不就完了吗 同事们问一个问题 我创建这个对裂的时候 我是创一个呢还是创两个呢还是创几个呢还是什么时候创呢你就觉得怎么创 我应该是在创建这个子进程之前我就把对裂创好 当我创这个子进程的时候呢我就把这个Q这个对裂的引用我给这个进程一份 那么请问下那个进程是不是可以用这个对裂啊 我创建另外一个进程的时候我把那个Q这个对裂的引用我给这个进程一份 请问这个对裂这个进程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对裂了吧 也就是说一 创建一个对裂 二 创建多个进程将对裂的引用当作实判进行传递到里面 好了那同学们 首先咱们是要完成一个对裂的创建了吧 想要创一个对裂那么就multiprocessing点什么QQ优异优异 如果你在这里边写了个3那意味着什么东西呢 最多放3个 如果你这里边一个不放呢 默认最大 那最大是多大呢 根据你的硬件的情况来他都会自己计算 听懂我意思了吧 如果你在一个32G里面的内存里面它就比较大 你如果你的电脑内存一共就两个金 那它就比较小 一般是这种情况 好了那么这个地方呢 比方说咱们找个变量Q指向它 创建了个对裂 来同学们 接下来咱的目的是不是让这个进程能够往这个对裂里面写 而让这个进程是不是从这个对裂里面说往外输数据啊 怎么办 ERGSQ这啥意思啊 是不是把这个对裂是不是传给它当作一个实餐传给去啊 第四第四行跳回去 那么Q 好了请问同学们 接下来是不是它拿到了Q啊 那么向对裂中写入 写入 写入数据 那么Q点什么 put写什么了 写什么数据啊 是不是你直接把Data放到里面去 是不是也可以了吧 那么如果我想模拟把那个过程都放到里面去 那么form temp in data 然后接下来我这个哥们接下来这里面写什么啊 temp 那么接下来我是不是1123344分别写进去了吧 那写进去之后在这个地方咱们就可以打一个啊 啊打一个调试啊打一个信息啊已经啊就是就是下载器 已经啊下载完了数据并且啊存入存入啊到对裂中 好了他结束就是这个进程结束的时候呢打一句话听懂我意思了吗 请问同学们啊 那么接下来咱们这个进程按理说是不是就就把数据是不是认进去了吧 那么咱们这个进程接下来也干什么 是不是等了搜数据呢 嘛来请问想要搜数据它这里面一定都有对裂的引用才行 那么对裂的引用在哪呢 咱们在创建这个进程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把这个对裂的引用是不是传进去吧 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在这个位置Q咱们就接收 那么接下来干什么啊 从对裂中啊获取数据 然后模拟啊数据啊处理 请问是不是这个道理了吧 来怎么取啊 Q.get 请问同学们是不是取个数据啊 那关于你我取多少次 啊我取多少次 只要这里边不为空请问接下来我是不是这个取啊 你说是个道理吧 只要不为空我就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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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地方呢 接下来咱们是不是应该是这样的 那么while true 因为你不知道取多少次嘛 我就取取一个之后你不是有返回值吗 比方说这个date 那date我存起来 date存起来 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找一个列表里把它放进去 找个列表把它放进去 比方说呃什么呢 wa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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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iting有t吗 t双写还是不双写 双写是吧 啊我听你们了啊双写了啊 错了找你啊 他是个列表 咱们原来创建一个空列表 是不是直接写一对中国号是吧 以后创建列表的时候可以写list 啊这样可动性更强 你听懂意思吗 可动性更强 而且创了个空列表 和你写一对中国号一样 但是写list更好啊 写list更好 好了那么请问接下来 咱们出去的数据啊有了数据之后 waiting啊比方说waiting waiting数据啊 waiting waiting analysis啊 nana怎么写啊 sys date 好了 这个地方就怎么写啊 waiting analysis.appined 接下来把这个date 是不是往里面扔 好了 那我什么时候退出这个wt啊 啊我什么时候退啊 if q.empty empty 如果这个条件为empty empty是吧 如果他为空 请问同学们以为啥呀 是不是咱就break吧 那么接下来如果不为空了 是不是就等到为下一个数据 是不是得紧急了 是不是代收了吧 那就这道理 就这道理 好了 接下来咱们去试一把啊 咱们去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行啊 不行再说 嗯 嗯 没有打印啊 打印的 模拟数据处理 咱们说没有做吧 同学们 怎么做呢 同学们 直接打印个 直接把它列表打出来 是不是数据就过去了 你要注意了 这个这个列表 是不是在那个进程里面打印的啊 那么有时候同学们 我现在这个程序 就摸你了一件事情 我一个进程往里边写东西 我另外一个进程往外读东西 是不是就完成了进程间的数据通缺 也就是说我如果想要做一个啊 多任务的多进程的一个程序的话 一个收一个发一个干什么 一个干什么之间是不是用过Q 是不是就解决了这么个问题啊 这个Q有个特点呢 它是一个比较基础的一个Q啊 等着咱们的会在后边的时候 到时候呢 会给大家咱们说这个Redis Redis呢 它就是一个缓团啊 它就是个内存型的 它当然它可以持久化一个数据库 那么Redis呢 是可以去做的一个很大的特点 什么呢 消息对立 让它可以实现 就简单言之 我 咱们首先理解啊 我刚好给大家讲你的Q能理解了吧 这个理解的情况下 我再给你简单的稍微扩展 因为咱们后面会讲 这个地方不讲 什么呢 也就是说我的这个Q 它只能用在同一个程序里边的多个进程 而且是同一个电脑 你听懂意思吧 只能在我的电脑上去完成这个数据的共享 但是我现在出现了个问题 我能不能把我的程序放在他的电脑上 他的电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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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不能还通过消息对立通信呢 这个道理吧 所以说呢 在以后的开发过程当中呢 咱们就会给大家说到 比方说什么Redis 它可以去做成这种分布式的 都可以实现 你的电脑上往对立里边写 我的电脑里边就得到了 你的电脑的对立的数据 立马往外读 是可以实现的 是可以实现 只不过更复杂而已 更复杂而已 好了 那么这个对立呢 对核心点完成进程间数据的共享 咱们 接下来花两分钟 理解一下我刚才写的程序